大家好 欢迎收看政道论坛第40讲 此次论坛我想探讨的就是说这个 辛亥革命啊 到底那个为日后 这个新民族主义革命的成功 制造了一些什么条件啊 那么我们大家可以这样想一想啊 在这个 这个满清啊 这个政权还在的时候 到底这个中国的那个 中国是是这个有这么一个这个啊 统一的形式啊 那么毕竟是因为因为有一个权力在有一个啊 有一个最最最上层的大家可以管得住大家 那么呢 当时吧 就是 当时这个当这个辛亥革命了之后吧 那么这个满清不就没了吗 那么这个这个压在这个各路军阀的这个头顶上的这个紧箍咒啊就没了 所以大家就随心所欲了 那么呢 中国进入一种这个分裂的状态吧 那么呢 就可以让这个 这个 革命啊啊 日后这个新民族主义革命的这个火种 咱们这个蒙省啊 那么呢 这个就开始这个这个力量啊 这股为日后这个革命的力量就就开始这个啊 在中国就发芽了 那么在后来把这个到了这个武装这个夺取政权啊 这个412反革命政变之后 中国共产党决定这个武装夺取政权的时候 刚开始不是这个 在一些各省的这个结合部吗 这个各省的这个交界啊 成立了这个根据地 还没有说像这个金刚山啊 是在这个 江西与这个 这个湖南啊 之间 在这个交界的这个金刚山建立起了这个 香干啊 根据地 金刚山根据地 那么 为什么说 这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个新民族主义革命会成功呢 这个武装斗争吧 是一个关键因素 那么这个武装斗争 他他无法能够持续下去 也是一个值得大家思考的 那么呢 其实吧 这个问题啊 老毛其实当年已经思考过了 必须给了一个这么一个啊 蛮现实的一个答复 那就是 在这种中国这种斗争方式啊 武装斗争方式 只剩适用于中国 而不适用于任何帝国主义国家 或者是殖民地 为啥呢 因为当时中国啊 太大了 帝国主义无法完全殖民中国 那么呢 中国人吧 当时呢 这个 不是啊 中国当时的这个政权又处于分裂状态啊 北伐之后 名义上这个统一 但是呢 各地方私里面和西部和 那么呢 他在这个两个省的这个 这个交界的地方啊 如果一个省去打红军的话 那么另外一个省不就愚翁得利了吗 所以啊 每个军阀都有 都知道这 有这种这个心理 所以都没有人去碰红军啊 老蒋 他他逼着大家去这个 这个围剿 但是大家也只是 不并不是全心全意去围剿 所以呢 红军就 就啊 这个慢慢的就一步步的壮大 然后发展 然后到了最后 就可以这个这个武装斗争才能成功啊 那么这是一点 那么其其余的呢 其实吧 要很多的其他原因啊 那么当然了 我们是这个在这个 嗯 这个方面说 当时是代表最先进的力量啊 的确如此 如果这个相对来讲 当时我们代表着这个最先进的力量 还有就是这个啊 这个组织纪律也是一个关键啊 那么其实有很多原因呢啊 那么今天我就先讲这么一个吧 就是说武装斗争是如何持续下去 然后不断的发展到最后 知道吗 这个成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怎样成功的 那么呢 我还想这个讲一讲其他的这个啊 议题啊 首先要又想这个要批评啊 这个这个台湾愤情啊 有很多这群啊 网上这群 挺可恨的啊 你看啊 他们当初啊 这个给了我这么一个模式啊 这还不是最可恨的地方了 这个你看啊 他他他他们用一个模式解释啊 台海现状啊 那么说你看啊 这个大哥吧 这个还有小弟啊 大哥呢是这个被赶出家门了啊 结果呢大哥呢就只好在这个另外一个这个地方吧 起家了 但是呢这个小弟呢 却霸占了人家的这个财产之后吧 然后又又不满意 说那个什么大哥生命的时候啊 小弟说你现在跟外人讲说你把药先给我吧 然后我再转给我大哥 反正就是说大哥还没死 小弟就想这个就就就就 想撑这个这个家的这个主人了啊 这意思就是说前朝还没有灭亡啊 前朝还没有灭亡 当朝就要取而代之 当这个中国的这个啊 这个正统和这个正统啊 但是我要跟大家讲的话 听听你说这个模式对吗 啊如果那个大哥当初啊对不起这家啊 这个家的确吗 当初老讲你说白色恐怖 法西斯是统治中国反动的很啊 名不了声三大三座大神把他人的都可以给压死了 那怎么办呢啊 但是要把他给赶出家门了 有什么不对的 对不对 哎 完了吧 说这个大哥该不该死呢 那他当然了 这这不是说这个 你要是说只是一个家庭的话 他当然就这叫说大哥该死的话 那也不对 但是这不是一个家庭 他是一个一个国家的一个历史这个发展吧 说这个前朝他他必然要灭亡 为啥呢 他不灭亡的话 那么一国一国两个中央 那国国还国了吗 对不对 现在我们国家还没有完全这个统一 这个完全统一啊 所以呢 那我感到这个就是说 让我们这些民族主义分子啊 感到很不满啊 接下来大家再想想说 我给大家换一个模式 想想他刚才这个这些台湾愤青用什么大哥小弟的模式啊 但是有人还还还说出这么一句话 他说一个100岁的这个老妈叫他一个100岁的老妈叫他62岁不孝的儿子啊 赶紧回家 这叫什么话呢 对不对 那我还可以这么说呢 一个367岁啊 已经名寿啊 就是说已经死了100年了 但是啊 要过名寿啊 是367岁的老老爹 教他100岁的不孝女儿 快点到地底下来陪他 你知道啥意思吗 就是说满清啊 如果满清啊 现在还存在的话 不是说满清现在存在 但是满清啊 在这个自建朝以来啊 至今已经367年了啊 那么呢 他已经灭亡了 那么在召唤这个100岁的这个 所谓100岁 其实他只有38岁啊 38岁就灭亡了 现在躲在台湾 当一个前朝余孽 教在前朝余孽 快点寿终正寝啊 对不对 那么好 那么我我来给大家一个模式 来解释台海这么一个问题 就是说呀 世界啊 是一个棋 一个棋盘啊 那么呢 这棋局叫啥呢 这棋局叫做这个利益 争霸利益 这个或者生存战略利益 然后就是 那么如果说这个 呃 棋局是关于战略的话 那么呢 棋手又是谁呢 那肯定不是台湾当局 台湾当局啊 他有实力去做一个棋手吗 那棋手是谁呢 是中国 是美国啊 那么呢 那么 这个 这棋盘上一个小棋子啊 这是美国啊 这个棋手的打的这个 这个 这个操控的这么一个棋子 叫啥呢 就是台湾当局 对吧 这这个模式还更贴切一点 哎 台湾当局是什么啊 整天叫嚣自己是什么 中国正统合法的代表 跟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个以软基石 分庭抗理 结果呢 其实他是个啥 他不就是老美围堵中国大陆啊 这个军事 这个围堵啊 的经济封锁 什么的 你知道吗 这么 现在不是 现在已经没有军事围堵经济封锁了 是战略封锁 所以他是战略封锁上的第一岛链的一环 台湾当局只是这么一个意义啊 而已啊 那么呢 还有就是更可恨的吧 关于这个台湾分清这网上的这个 行为吧 是这么一件事啊 你看他们 这个我发现啊 也时不时吧 大家放一个这个关于祖国好的一个视频吧 或者是一些红格的视频吧 或者什么吧 然后台湾分清就非得跳进来 然后数了我们啊 就我们没招他 没惹他啊 我们难道没有权利去放一个这个赞扬 赞扬我们祖国的视频吗 那他们一看就你知道那种那种该怎么说呢 是一种自卑的心理 你说他们干嘛要动不动就跳进来 你说还我们没招他 没惹他 他就主动跳进来 他不就是一种自卑心理吗 然后就跳进来 然后就就骂我们什么共匪啊 然后又什么直纳人 然后说我们我们多么这个不民主不自由 然后多么低烈啊 我们说是低 他们把我们看成低烈的人种啊 把我们大陆人看成低烈的人种 好你知道他们为啥吗 他们是这样认为的 因为台湾是相对比我们啊 比大陆相对来说是更民主更自由 但这这这是因为有客观原因存在 有客观原因存在 所以台湾的才能够比我们更民主更自由 当然了他们那个民主自由的制度也不是也还没完善的啊 那么呢他们就说了哦 因为他们生活在那种啊更先进的自体制底下 那么因此他们就是比我们更优越的人人啊 比我们更优越的人群 因此他们就你知道吗 合理合法啊 就不是合理合法 就是很应该啊 应该的这个瞧不起我们大陆人是应该的啊 对我们大陆人没有礼貌也是合情合理的 因为关键的不是说这个啊 只要有民主就行 他们说啊 只要有民主 只要是生活在民主自由的这个相对来说 只有自由民主的体制之下 就可以对大陆人没有礼貌 就可以对大陆人忘恩负义 就可以对大陆人怎么侮辱怎么行 就可以啊 在大陆人面前耍大牌 就可以啊 咱们就是就是这么一种啊 让人啊 这个让人发誓的这么一个啊 这么一种态度啊 这种心理 就是说 我说这我就得批评一下 你不觉得 我就觉得说这个啊 台湾这些啊 愤情在这网上太过分啊 好 那么呢 这个讲到这里 那么 那么 大家可以那个想想 这个是对我的话啊 思考思考 那么呢 今天我的这个论坛就先讲到这里嘛 这个大家有什么意见的话呢 可以在底下留言 那么呢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